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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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們要跟同學們來討論 國際及公共事務參與 然後來談說全球公民思維 與在地社群行動 那我們就跟同學們來談看看 那尤其來談說21世紀的 全球公民思維跟國際觀 那這個課也是領導學程的任列課程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課有國際觀 那首先我們來跟同學們談 網路跟全球經濟社會的特質 那網路真的是改變了 現在全球的各種經濟社會 那還有國家的新角色 還有國內外那個國家 然後國內外的挑戰是什麼 那網路與全球經濟社會 我們談過網路對於三種市場 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市場、商品市場 都會很大的影響 那這網路包括資本市場的電子化 還有它也造成了金融資本主義的盛行 當然也是國家來解除金融市場的管制 還有勞動市場 那e-work、IT-work 我們之前在談勞動市場的時候都談過 那商品市場 尤其電子商務的盛行 那這是我們看到說 網路跟全球經濟社會的一些改變 那當然國家也在這樣子一個狀況之下 面臨了新的角色 尤其國家我們看到說 National State Power 那在全球化的時候 他要把他的權力往上來交給這些 supernational power 尤其包括全球的機構 像我們談過IMF、World Bank、WTO等等的 那當然有regional的一個 所謂的超國家的權力 那像什麼呢? 同學可以舉個例子嗎? 歐盟 你呢? 東協 東協 好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區 好 等等的 這些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超國家的 但是區域性的 譬如說剛剛同學說歐盟 歐盟就像是什麼? 一個準全球化的一個組織 那像最近我們看到很多例子 這下面的每一個國家 他要不要遵守歐盟的規定呢? 那甚至最近更流行的 我要脫離歐盟嗎? 那這樣子一個準全球化的 他是一個區域性的 但是他的運作你可以看到幾乎是 他是一個超國家的一個權力 好 那當然我們看到民主國家的權力 好 那在很多國家我們看到 他的權力是下放給這些local states 好 那地方會有更大的自主權 當然各式各樣的自主權 那包括地方的發展 甚至於地方的稅 那像在台灣有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英國的蘇格蘭的發展局 到台灣來做什麼? 招商希望台灣的企業 台灣的投資到當地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地方的 那這些政府組織 那各州或者各個地方 那他可以有更大的權力 這是權力的下放 好 那所以現在我們看到說國家的新角色 一方面把他權力往上交給了這些超國家的組織 然後往下又下放給地方的政府 那到底民主國家變什麼呢? 我們之前談過 Hurring out of the state嗎? 是國家的空洞化嗎? 那我們來看看 在國際的城市 這國家面對的是一個全球的經濟 那還有全球這種經濟組織 那譬如說我們談很多WTO、IMF、World Bank等等的 那還有國際法的規範 那當然還有國際的這種政治拔權集團 我們剛剛提過的EU、NAFTA、APEC 亞太的經濟合作 那所以這是我們看到說 每一個state他面臨的新的一個國際的層次的一個環境 而在國內的層次我們談過 新自由主義的開放市場的一個經濟社會的改革 事實上他造成了失業貧窮、工作貧窮的問題 還有社會的不公平 而也導致了他侵蝕了社會權各種的教育 你的醫療、居住、生活品質等等 加重社會的成本 譬如說很多失業、貧窮的問題 最後威脅到國家的正當性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百年老店 甚至六、七十年的執政黨 然後一個一個被推翻 那為什麼呢?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國家是採取過於劇烈的開放 整個社會完全的一個改變 那也有是因為金融危機 而造成的整個國家的正當性被質疑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現在新的國家的角色 是熊米德工作福利國家 那我們知道Joseph Schumpeter 是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那他提出說資本主義的每一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是透過不斷的創新 所以他的理論早在1990年代開始變得非常紅 因為他強調資本主義每個階段的一個創新 所以創新Innovation 就成為每個國家在現代社會裡面 在他的政策裡面非常強調 也希望是企業創新、個人創新 而能造成整個社會國家的一個 往前走的一個動力 然後還有競爭力 包括國際的競爭力 那所以像IMD、WAVE 你都可以看到這些國際的競爭力報告 來比較各國 在經濟、社會結構、企業、政府的組織等等的 各個面向 到底競爭力呈現什麼樣子的狀況 還有企業家精神 雖然這是已經很古老的 尤其韋伯、Max Weber 社會學家他強調說什麼呢?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他說就是這樣子的基督新教倫理 而成為企業家的精神 而有助於歐洲的整個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 這個企業家精神 或者我們剛剛提到的所謂的 基督新教倫理是什麼呢? 在他們的宗教裡面有所謂的靠文教義 同學們記得嗎? 靠文教義 他強調是什麼? 每一個人要怎麼樣? 你們可能上過 每一個人要怎麼樣?來 工作 認真的工作 還有呢? 認真工作為什麼? 這是一個新的工作倫理 那每個人要認真的工作 為的是? 對 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 然後透過這種方式認真的工作 你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寵 上帝的關愛的眼神才會看著你 那所以他們強調就是非常的勤奮的工作 淨欲主義 娛樂是很奢侈的 可是這是一個新的工作倫理 可是你知道在以前的工作倫理是什麼? 舊的工作倫理 尤其在像封建時代、農業社會時代 是什麼? 人需要工作嗎? 只有那些 你說像農民、電農、奴隸等等的 但是你如果才需要工作 但是你如果是地主 你如果是這個老地主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莊園的領導者的話 所謂的Luling Class 這些統治階級的話 那你是不需要工作的 所以以前的工作倫理是什麼? 工作是真的歹命嗎? 拍名 然後你才需要工作的 但是從16、17世紀 在微博的研究裡面 他說是這樣子 基督信教倫理 那提供了一個新的工作倫理 這個工作倫理是讓這些 不論是個人或者企業 那都來強調說 每個人就是要認真、努力、勤奮的工作 那才能證明你是上帝的懸命 所以這樣子基督教精神就被強調說 他跟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是吸引相關的 那所以在這裡面也有討論到說 為什麼 Why not China? 那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成功的發展呢? 那在微博的推論裡面就是說 因為他缺乏了紀錄信教倫理 這樣子一個新的工作倫理 那所以這是來討論所謂的entrepreneurship 企業家精神 那在熊彼得的討論裡面 資本主義的發展非常需要創新、競爭力、企業家精神 而Workfuel State我們談過 這是從1980年代開始 不論在雷根、在柴奇爾夫人任內 還有之後的像Tony Blair等等的 都來強調說工作福利是國家最主要的社會政策 那強調說我可以給你社會福利 但是你如果失業 你是必須來接受國家來幫你做的就業媒合 第一次你不答應可以 第二次你一定要接受 那要不然這個福利就沒辦法來給你給予 所以是把這個社會福利跟你的工作 你的就業Employment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國家要來創造工作機會 那各種就業的機會 還有工作的彈性 也是我們談到勞動市場的彈性 包括對於勞動法的解除的管制 譬如說把這種僱用的形式 從一個全時的永久的僱用 變成為很多非典型的僱用 譬如我們談過 還有部分公司 那還有這些勞動派遣等等的 這樣子整個工作彈性的問題 還有技能再訓 這是非常強調的rescaling 那怎麼樣 終身學習 不斷的在你的工作的過程裡面 那即使你失業了也一樣 你必須來不斷的再接受各種的技術訓練 那因為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 還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時代 好 那所以當我們談論到在地社群行動 跟21世紀的所謂的經濟社會的新秩序的時候 我們會非常強調公民權 每個公民是不是享有同等的權利 那工作權 你是否享有工作的權利 那這種工作的條件 工作的環境 那如果失業了 是不是要透過什麼方式 怎麼樣讓你盡快的再找到工作 重新回到勞動市場 這是人民的工作權 環境權 那我們現在非常注重的環境保護 那每個人也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能夠享受到比較好的一個環境生態的權利 還有社會權各種的 包括你受教育 包括你的醫療 能不能就醫 然後整個醫療的一個環境 或者你居住的環境 那你的所得呢 還有你的各式各樣的生活品質的問題 這都是社會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說 其實這個是需要各方的行動者 來共同來做的事情 而且在國家的城市很重要的是 我們需要的是非新自由主義的 這些管制的機構 然後不是只是完全的市場化 不是只是把它放到市場就解決了 而是國家必須來做很多事情 怎麼樣來規範 包括國家 包括這些全球的組織 怎麼樣來規範全球的經濟 那這全球經濟包括整個全球的貿易 包括全球的資本市場 包括跨國企業的運作的狀況 像之前我們談過 像整個全球貿易的問題 或者整個全球的一個資本市場 要成為Casino Capitalism嗎? 是賭場資本主義嗎? 那跨國企業要怎麼運作呢? 包括他們的繳稅 我們都談過 那所以每個國家要提出他的 國家的策略是什麼 那企業呢? 也必須有所謂的企業的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還有非營利組織跟各種社會群體 這是全球從個人到整個全球的組織 那都必須來共同來做的 21世紀的經濟的社會新秩序 那怎麼樣來有新的發展 好 所以我們這個課最後要跟同學們來談論到 領袖氣質的問題 那這九個 這是在這本書 The Little Within You 那來看看說他到底是什麼呢? 那這裡面談到說 每個人都有這九個一個內在的領袖氣質 我剛剛顯示的 打個問號 是嗎? 他說別懷疑 那他們是與生俱來的 潛在於每個人的身上 那只要用心的灌溉 這種內在的領袖氣質 就能茁壯外顯 你相信嗎? 他說如中辱石般 今年累月的生命實戰的經驗 那滴水穿石之後呢 就會成為成功的領導者 那也許同學會說 我才不願意當領導者呢? 我願意當我自己 但是只要兩個人 甚至只要一個人 兩個人你可以影響你旁邊的人 一個人你可以領導你自己 那所以這是我們要跟同學們談到 你必須來了解你自己的潛能 勇敢的行動 創造自己的人生 每個人要走自己的路 那來看看說管理跟領導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管理的科學是領導的藝術 那管理能夠掌控現在 但是領導掌控未來 這是滿吸引人的 他說管理是一個後天的技巧 但是領導是一個先天的才能 是內在於每個人的身上的 那精通管理他說可以掌握事情完成的流程 但是懂得如何領導才能照亮人類的視野跟未來 那優良的管理是說可以讓一切事情依軌道而行 可以創造短期的經濟的進步 但是他說只有好的領導才能為人類注入夢想 對人類有更多的啟發 那讓人即使在長期勞頓之後 仍能信誌熬揚 充滿活力 他在比較說管理可以讓你把生活經營得更有效率 但是你無法從其中得到真實的滿足 但是領導可以讓人增廣視野 可以為理想而奮鬥 啟發人的創造力 讓生命充滿無限的可能 他說好的領導者 他可以讓員工工作起來很有幹勁、很有活力 那他說只有真正有幹勁、有活力的人 才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在這種創造發明這條路 而且可以讓全人類的生活 變得更寬廣的一個很艱辛的路 不斷的創新 那你個人能夠不論在任何領域 可以不斷的自我創新 在工作上的創新 這是很不容易的 而有幹勁、有活力 正是領導者的特質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九項是什麼 那卓越品質 談Quality 他說領導者總是要求卓越品質 那領導鼓勵他人一起向這個目標來前進 那在各行各業我們都可以看到 都是可以追求卓越的品質的 那Innovation呢 那真正的領導者是歡迎新的想法、新的發明 他會用心經營一個讓員工能夠插出 創造力火花的工作環境 這樣子的工作環境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人在他的工作環境是什麼 會覺得無聊 對不對 每天很無盡 每天需要咖啡來提升 然後可是呢 如果這個工作是非常具有創造力的話 就像我們之前提過的 也有同學在他的作業裡面寫的 每天叫醒我的是夢想而不是鬧鐘 那真的你每天呢 眼睛一張開 想到我要做什麼事你就跳下床了 不是還在那邊賴床 我今天不想起床 那真的很不一樣 那這就是當你每天在創新的時候 你真的會無限的活力 那領導者他會珍視每個人的創意 宏觀的排除業前的各種的困難 他說試著喚醒在你心中沉睡的創造力 每個人都具有創造力的 那回想一下任何一件事 因為你的創新而使事情變得更美好的實力 就是這種很美好的感覺 他說創造力是於你原本就擁有的能力 要好好的運用 那我們之前跟同學們提過 你知道台灣人的很多的專利發明 幾乎在世界各國 像在美國你知道登記的這種專利發明 台灣占第二位 台灣人是很不容易的 那非常多的創新發明 或者現在很多的創新發明的比賽 我們就可以拿到冠軍 那真的非常多的創新 但是只是很可惜 常常我們從小到大 尤其在這個教育過程裡面 你的創新常常是什麼 真的被埋沒了 沒有被這個潛能沒有被開發出來的 那所以這是每個人要好好去發掘 你自己的一個創新的一個能力 那啟發inspiration 那領導者也會來鼓舞啟發別人 然後讓別人能夠燃起熱忱 繼續向目標前進 那鼓舞啟發跟熱情 他是相輔相成的 那他說你如果想說服別人 和你一起奮鬥的話 你要先對自己所做的事有絕對的熱情 好 那他說只是擁有權利跟職責 並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領導者 最主要是要和別人來建立真正的關係 是說怎麼樣去啟發他人 感動他人 好 那堅毅不勞 那他說領導者會搖緊牙關撐下去 困難是需要解決的 那鼓舞他人繼續前進 那有毅力的人會繼續前進 尤其他會記得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而不會迷失了方向 彼直的朝著夢想前進 這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們常常有時候做事拐彎抹角的 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都說再一下再一下改天 然後這樣子 那毅力就不夠了 他說只要你能堅持下去 最後一定可以達到目的的 到時候所有的辛苦在成功的果實之前 都不算什麼了 好 熱情 那這Paw Passion同學們知道 Passion Fruit是什麼呢? 對 百香果 你怎麼知道 你很喜歡嗎? 沒有 百香果 可能有人很喜歡 或者當你聞到那個味道的時候 太棒了 對不對 非常濃烈的味道 百香果汁 那甚至有些人是把它切斑 就這樣子吃 那個味道非常的濃烈 所以Passion Fruit是百香果 你就知道你的熱情要像百香果一樣 那個味道那麼濃烈 那可以他說是熱情使得領導者 全身發的光亮 去追求他們的理想 那你絕對可以感受到這種熊熊烈火呢 那可以點燃追隨者的潛力 那別人也願意來發展他的潛力而追隨你 然後大家一起向目標來前進 他說要趨愛你要做的 你接觸的人提起過程 哇 這很不容易喔 像愛妮所做的 很多人在做他的工作 可是並不愛他的工作 像之前我們跟同學們談過很多人 那喜歡他的工作嗎? 台灣的調查是只有9% 樂在工作 愛他的工作 那剩下的91%呢? 那每天在做什麼呢? 那8個小時呢? 那這很浪費的 我們不希望人才是這樣子被運用 我們希望人才是 不斷地創有信心不斷地投入 然後你真的能夠愛你的工作 那還有去愛你所接觸的人 還有這整個過程 他說是別人點燃我心中的小火苗 使之燃燒成為無限的熱情的 因為你可以從別人的反應裡面 看到真實的自己 我也會從你們的反應裡面看到我 好 那品格 你說品格很重要嗎? 常常在現代社會 我們看到很多人講的話就忘了 然後所以呢 我們要很重視這種誠實、正直、有責任感 那真正的領導者他是敞開心胸 重視忠誠、熱情跟承諾 那觀完每個員工不能短視盡力 要有長遠的眼光 那如果你希望員工對公司忠誠的話 你要讓他們對公司有歸屬感 而且讓他們免於被裁員的恐懼 如果想著我馬上被裁員了 那我怎麼 那會對公司有忠誠度呢? 好 那所以品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呢 哇 吸引力 Charisma 那這是個人吸引力 那他說吸引力 那能夠放大你的領導才能 他說有如轉大一顆燈泡的瓦數一樣 他說吸引力能夠讓你的眼睛閃閃發亮 腳步輕盈 然後還有你可以傳達訊息 還有被大眾牢牢的記住 那對領導者來說 一個小小的謀利可是影響非常深遠的 你想想在你的人生過程裡面 可能你就記得那麼幾個人 那他是很具有吸引力的 能夠吸引你 那你要想為什麼呢? 好 好 最後我們來看看說熱情 這種活力跟熱忱 那第八跟第九個 那活力熱忱 他是能夠點燃所有人的動力引擎 你的動力引擎 你的engine在哪裡呢? 怎麼樣夾住馬力往前衝呢? 一定要有活力跟熱忱 他說領導者有時候也會想偷懶一下 放個假什麼的這是一定的 人又不是機器一定要放假的 但是他說只要一回到工作的崗位 他會非常認真的工作 而且充滿火力跟熱忱 他說這是一種處事的態度 那跟你有錢沒錢健不健康是沒有關係的 那他說火力熱忱 讓你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每一天都是無窮希望的開端 即使你是一無所有 但是只要有你的火力跟熱忱的話 你每天都是一個最好的開始 都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一天 好 那所以這是我最後的結論 給你自己機會吧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好 然後找回原來的自己 投入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很不容易的事 我們常常看到的自己是什麼? 別人希望的自己 那別人對你的評價 而不是你自己去發現 我自己的潛能在哪裡? 我最喜歡做什麼事? 我能做什麼事? 這要問問你自己 聽聽你自己的心裡的聲音才知道的 而且創新思考突破既有的框架 創新思考 我記得我們上次問過同學 人在什麼時候最具有創新? 對 記得在你放輕鬆的時候 所以隨時給自己一個腦筋的放空 或者發一下呆等等的 這是你放空的時候 這是你放輕鬆的時候 你常常會有很多創新的想法 你會走出不一樣的路 走出你自己的一條路 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相信你自己 每個人絕對做得到的 好 所以最後說認真做事的人最瀟灑 我相信每個人都成為一個領導 好 謝謝 謝謝 不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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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說明